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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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提肝收腹 提肝收腹 其实是这个弯位 我们靠坐的盘骨 其实是一个套 我们把它向前 你很抽象 你不明白 例如我穿紧身的褲 通常我们这里有一个折位 你将这个折位 这个做目标 向前推 然后 向左右两边打开 你的屁股就会夹 结局 就是这里收腹 你的肛门 其实是向上提左 所以不是跟字面说 我是提肝收腹 不是这样做 是用盘骨 就像刚刚那样 结局就是这里 向前推 打开 令肛门提起了 这个腹部就收了 然后放松 所以大家也看到 阿应师傅 这个下折的肌肉 会有很多伸展 放松 这些 盘骨和大腿的肌肉 也同时会有了一个练习 好了 不如你教我天恩 两个动作一起做 看看有什么效果 好吗 两个动作就不会一起 真的都是有点先后的 我们先做了提肝收腹 接着先讀虚令激激 刚刚说过这一点 用力向前打开 接着我们在这里 就向上提 下巴 像是双下巴 这样 就能够将脊骨 上下这样拉直 那我们前面 其实是放松的 所以我都可以 很轻松地 去继续说话 但你要 感觉到 你身后的肌肉 是扯得很紧的 好 我们放松 也都是放松下底 好 打侧做一个 可以看到 其实脊骨 就会延长了 我们一起做 一点向前 提肝 打开 提肝收腹 接着可以领顶劲 向上提 好 接着呢 这个自然的曲位 伸长了 后面这个自然的曲位 也伸长了 整个脊骨 是直了 接着放松 放松 你们看一下 这两个自然的曲位 又在这里 就是说 整一下这些动作 是令到这里和这里 很大的动力 为什么 你感不感觉到 有什么感觉 我背脊 好像很酸 很痛 其实是不是做错了 不是 其实是攻起来 本身 你的背脊很硬 现在你做完之后 因为你动动了 所以就有一些酸痛的感觉 但好像应师傅 他做到很轻松的时候 他做什么呢 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 没错 因为他已经是 不会很硬 那他就没有什么痛感 但你就明显见到 他有一个伸展 和放松 伸展和放松的感觉 那你慢慢做的时候 你的酸痛的感觉 就会没有了 明白 那就是保持 每天都要做 我可以这么理解的 可以